大家好,我是戎儿 教咱们来做糖蒜 这个方法腌到糖蒜 至于常年吃都不会败 而且往后每年腌糖蒜都可以用这个汤汁 这里是五斤新鲜大蒜 切掉根部 尾巴留一到两厘米左右的长度 然后再把皮剥掉,留两层就行了 白皮的鲜蒜才是最适合做糖蒜的品种 空产紫皮蒜或者是独头蒜都比较辣 不如白皮蒜做出来的口感好吃 接着加清水洗两遍 全部处理干净后开始泡蒜头 中间先加70克盐 再倒入清水把盐化开 接着倒入蒜头,好一天一夜 去一下蒜的新辣味 第二天把泡好的蒜捞出来尾巴朝下控水 控干到没有太多明显水珠下滴就可以了 接着锅中加入1000克清水和800克冰糖 1200克米醋 大火煮至冰糖融化后关火 水煮过的糖醋汁酸甜可口 吃起来口感更柔和 接着就是放凉糖醋汁了 等到糖醋汁完全冷却后 再加入50克白酒搅拌均匀 加白酒可以去腥那味 同时保存的时间更久 接下来把泥干水分的新蒜装入玻璃罐中 再把糖醋汁全部倒进来 我们的糖酸腌制过程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盖上盖子等待一个月了 如果等不及就开吃的话 没有腌透的蒜肯定是会有一些辣的哦 我是整整饭了一个月的时间 颜色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口感吃起来也没有新辣味了 甜甜的酸酸的 特别的开胃爽口 刚开始弹蒜是透明色的 随着时间越久 汤汁和弹蒜都会起弹色 慢慢变成红色 时间越久 弹蒜的味道越柔和 糖醋汁也会越香 用来腌制其他的蔬菜也是非常好吃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